回来了 爸 哎 没泡气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泡气正好 没有 你看这头这么大的脸 头这么大的回来 话还没说完 刚走到工地门口 哎就没气了 回来了 刚开始把那钢筋拔出来以后啊 当时不跑气 怎么走了一走了一段距离 走了大概有 七八公里吧 这就没气了 现在是呲呲的跑气 这一会就跑完了 这跑气还不快啊 怎么一开始他那个不跑 然后走了一段 他就跑了 这是为啥 我估计就是马上就要扎透了 但是他没扎透 只不过走了一段时间 肯定是 全透了 所以说 他就跑气了 前轮 这是那个驱动 那个方向轮 现在走不了了 从这条路 一直跑过来 跑了有七八公里 到这我就听见 呲呲的跑气声 我下来一看 哎就是跑完了 呲呲的跑 现在已经扁了 还跑这里 跑了妈了 哎 真是倒霉呀 先把车支起来吧 一会儿来个流动补胎的 然后过来把这个轮胎补一补 肯定口不是太大 先把车支起来 把前轮顶起来 不能一直压着轮胎 压轮胎对轮胎不好 好好好 还有气啊 还有一点气 慢慢的跑呢 肯定口不算太大 现在是方向轮 如果是这个驱动轮没气的话 多少还能跑 还能走 方向轮就不行了 坐等救援 来喽来喽 等了半个小时 过来了 流动不态的 摘下来把它补一补 我们就可以走了 摘下来了 摘下来补一补就行了 口好找 因为我知道那个口在哪 就是在那 看见了 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人家补胎熟练的很 一会儿就完了 摘下来了 摘下来了 马上开补 快不快一会儿的事儿 这小伙子干活非常利害 现在打气 打气的时候千万离这个轮胎远一点 万一爆炸 炸了人可不行 现在补好了 气也打好了 马上装 装完了就可以干活了 晚上还得干 往下 可能 对 抓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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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